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 你不懂,你不懂。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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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洛。 有發現我剪了新髮型嗎? 我這次剪超爆短。 我自己覺得蠻不錯的。 今天要來開箱我身後這堆東西, 这些是我最近买的一些衣服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完全不网购衣服的人 因为我只有165公分 我常常看网站上那些尺寸表 我都看得胆战心境 我生怕买来就是尺寸会有问题 我会非常的不高兴 那现在为什么网购了呢?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我喜欢的牌子 台湾没有 我就只好踏上网购衣服这条路 其实这次这一箱已经是我第二还是第三次吧 然后等一下就来开起来 那先讲这个 这一袋是Cendro的衣服 Cendro这个牌子呢 算是我最近才开始很着迷的 如果最近有看我Instagram的人 应该会发现 我最近穿蛮多他们家的衣服 前几天是那个 店上的销售人员 就传讯息给我说有 特价 有特价的时候就是会试信封 这包不知道是什么 没关系先来看衣服 怎么感觉 颜色跟我在柜上看到的有点不一样 怎么印象中比较深啊 为什么会买呢? 就是因为我的衣柜里面 我发现完全没有大地色系 不是完全没有啊 太夸张了 有 但大概不到五件 它这一次 我会买这一件是因为它这一次 这个扣子非常的可爱 是这种比较大的 比较复古的 然后针织 针织的织法也不是 也不算太粗 因为我很怕有这种粗针织 那真的要非常非常瘦的人 比较适合 我这一次买的是M号的 因为我想要穿比较宽松一点点 我个人觉得蛮衬肤色的 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M号的话 那个袖子就会比较长 那我通常就是反肘一下 会比较随性一点的感觉 这个扣子啊 我通常就扣第二颗 还有第三颗 它前面有两个口袋 非常的可爱 它刚刚给的这个小东西 里面不知道是什么 是礼物欸 傻眼 它给了我一个礼物 谢谢 真的是谢谢 接下来来开这一袋 这一袋齁 我真的是费尽千辛万苦 我真的是千辛万苦才取得 里面其中一件 现在要来开箱的是OMPLICE OMPLICE应该算是我近十年 甚至更久 就十年来我都固定会一直买的牌子 第一件是一个有有扭扣的外套 然后是灰色的 但是它这次这个灰色跟过去基本款固定的那个灰色好像不太一样 肩膀这边啊 有多做一道折子 就让这边看起来比较有心 他们家除了基本款的裤子 我偶尔会买一号 不然基本上我都是买二号 这件也是二号 OMPLICE的一二三四号 其实差别最大的是长度 一样来穿一下 它这边有做这个抽绳 就你可以把它竖起来一点 两边都有 就可以让它下面比较紧 比较合身 这一次的这个袖子这边有做 从比较宽然后到这 可以看一下我穿起来 这一次它说这个新的这个折子的设计 这我通常也是很随性的穿 就是T恤 然后打在外面 好下一件 这一件就是千辛万苦才拿到 就是我平常去逛的那间门市 它说这个这件呢 已经都被客人流走了 所以我就是完全没有货 然后我就一直千拜托万拜托它去帮我找 好不容易在别间店有找到 然后就再请它寄来给我 这一次是一个帽T 版型也是算很简单 就是方方正正的 前面胸口有一个扣子 我是冲着这个颜色买的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有没有可爱齁 它前面有做口袋 是两边可以互相同的 就是一般帽T那样子 然后前面这边就是 刚刚说的扭扣 然后有副抽手 前几天我有在Instagram上面曝光这件 然后就超多人问 接下来重头戏要来了 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买了什么 我这一箱呢 是在Essense买的 但是它最近问题好像非常大 因为我朋友跟我同一天下单 然后我大概是过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才拿到我的东西 然后它至今还没有收到 就代表已经超过一个月 非常的夸张 再加上因为Essense 它在下单的时候 是必须包含运费的 它是有收25元的美金 不是特别贵但真的也不便宜 所以它今天如果收取了运费 应该要赶快出货才对 还好我的已经来了 我好像买蛮多东西 先来拆这个 这个我印象中是一个杯子 蛮可爱的 一个马克杯 然后上面写着是 Peace and Quiet 这个杯子是我最近 看上的一个品牌叫做 Museum of Peace and Quiet 出的 然后我等一下也有一些衣服 很素素的 但蛮可爱的 这个杯子 我现在看 它原价是55块 但因为最近电商都在做折扣 所以有将近五折 是28块 28块是多少 775元 775元 小贵 但 可爱 就可以 下一样 这一次我最期待的东西 就是这个 Tecla呢 是葡萄牙的牌子 因为我最近很多浴巾都该淘汰了 就刚好也在打折就买了 我买了总共三个花色 然后它一个花色 嗯 就是这个set 里面有这个 嗯 Bath towel 然后是70x140公分 然后它都是有机棉 然后还有这个是hand towel hand towel是50x80 gas towel是30x50 第一个是这个 灰蓝色 诶本人还蛮漂亮的哦 是葡萄牙制造的 我觉得还不错 触感 也还可以 可能要洗完烘完 才更知道 使用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每一件商品上面都有 它自己的这个名字 然后有一个 产地标签 同时有一个 挂钩 再来我开别的花色好了 Gray Ivory 也是三件事的set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妙的 就是买 买 浴巾还给防尘套 这件事情 我觉得超赞 因为这个就可以变成洗衣袋啊 或什么的 是条纹的耶 超可爱 这个我喜欢 最后一个颜色是 Cocoa White Cocoa White Cocoa White 是啥 没什么概念 买对了 我跟你讲 可爱耶 是 Cocoa 跟White 这个蓝色 怎么没有叙述一下 非常喜欢的颜色 蛮活泼的耶 喜欢喜欢 所以这一次就分别买了 这三组 Tekla的 浴巾 其实它还有出床单啊 睡袍啊 那些超多东西 然后我都非常想要买 只是因为台湾的寝具尺寸 跟欧美的差异非常的大 所以我大概犹豫了半年 我到底要不要买回来 然后拿去改这件事情 但我妈她一直跟我说 你这样会很麻烦哦 我奉劝你是不要啦 之后再说 再来是衣服 这就是之前 刚刚杯子的那个牌子 Museum of Peace and Quiet 黑短裤 因为我发现我好像 没什么黑色的短裤 背后有一个口袋 可以稍微放一下东西 它这个Tag也很可爱耶 我这次买了两件 一件是黑色 然后另外一件是这个色 仙人掌色 也是蛮可爱的耶 诶它里面是有抽绳的耶 不错哦 这两件我都是买small 然后 因为美国尺寸比较 比较 比较 大一点点 所以我就会买什么 最后两件 诶 APC APC的 Basic的 T-Shirt 然后它的A是倒着的 Logo上面其实是有一点 直绒的 听得出来那个声音 一样买了两件 那一天是在 Essence上面看到 有在特价我才买的 我看一下这多少钱 我印象中蛮便宜的 这一件原价是 125块 打完折是68块 68块是多少钱 1883 不到2000块 还可以耶 最后一件 跟刚才那一件是一曲同工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喜欢的款式我很爱施心风 买很多件 那这件是绿色的 然后上面的字是深绿色 超可爱的绿 这两件我都是买small 为什么买small呢 好像有点小 没关系我等下来试穿看看 还蛮可爱的吧 之后如果要再买这个 我应该会再买大一号 我应该会买M 绿色配绿色 Go3吧 换下一套 也粉好看耶 又很素啦 但是还蛮有重点的 以上呢就是我最近买的东西 大家还喜欢这一次的开箱吗 我个人是觉得这次买的东西 我都还蛮满意的 尺寸也没有彩雷3 我会把这次买的东西 尽量放到下面的资讯来 但是我在essence上面买的 全部都是特价的商品 所以很有可能已经没有了 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 希望很快可以有第二部开箱 就是可以买更多东西的衣服 今天就这样啦 拜拜